怎么有网啊 手机借我用一下呗 也没网啊 可能信号不太好吗 我 小姐坐我了 什么情况 小姐你没事吧 没事 你呢 先下车再说 就这 妈呀 这哪儿来的四脚钉啊 得亏我鸣笛救了你一命啊 你得好好想想怎么补偿我 哎呀 我说你有点尝识没有 现在的车哪那么容易爆胎 我看这就算扎上 应该也没什么事吧 小姐 这是特制的四脚钉 特制 那就是有人故意放在这儿 要害我们 云翼 你先送小姐回去 保险期间 我留下来检查一遍 走吧 易小姐 那你 注意安全 走吧 易小姐 记得啊 想想怎么补偿我 好 上车吧 没事 艾云翼 你怎么会突然赶过来 你知道有人要害我 是老大 他告诉我你在这个月弯路 老大 竟然不是 封不尘神了 是啊 我也觉得他太神了 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吧 不过如果不是他 我跟宁元两个人肯定躺医院了 可 这不科学啊 你醒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想要改变剧情 一定要在小说新章节 上传网络之前进行操作 你怎么就不听呢 是你啊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惊小怪什么呀 谁还没有个追求美的权利啊 你这个样子 我看着还真有点不习惯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打的这个药物 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不能给小哥提示 不能逆着做着思路 在端脑世界更改剧情 你呀 不要逼我强制处理 OK 不OK 我必须得留下来 夏令爷有人要害他 你不要给我惹事了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大哥 端脑技术本来就不稳定 能让你进来已经是破例了 我没有练乱的